好 这边来看一下竹雀对阵机记的第一局下半场 上半场是一个怎么说呢 非常离奇的四抓 下半场这边东旋掏出艾维 我要四抓回来 上来抓园丁 双弹搏命园丁 球者这边其实目标很明确啊 从东旋手上跑一个 他们赢三分就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说能保个平 那就血钻 就100点腐蚀值 不过这边有盾 直接喷了一口 哦 那这样的话把这个腐蚀值续上 两块板子一下 看一下这里陶行利用一个板弹加速 可以拉一波点 一个异形赶过来 想起这一刀有 然后再加上伊斯人的一波异足本相 那就看小镜头 看小镜头啊 看小镜头陶行这边怎么躲 注意啊 看小镜头啊 这个时候哎 还是喷到了 他其实已经各种在扭他的头了 但是还是没能躲掉 击倒了蛮快的 一分钟出头完成击倒 那对于一个时空之影来讲 特别是东旋的时空之影来讲 感觉这个局好像赢面还挺大的 先封一波鼻鼻虾的密码机 伊斯人召回来 然后这边过来排野人吧 草哥这边野人就看到了18 复生 这波复生18好像 比较难说啊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作用 这边打一刀人就下来 圆丁现在的话 位置上面来讲 圆丁这边有一定的操作性 但是因为有薄命的存在啊 你就这两块板子全给你踹了 差不多薄命才刚结束 就圆丁想拖到薄命结束还是比较困难的 圆丁想拖到薄命结束还是比较困难的 怎么说 这里薄命结束了 圆丁翻窗 逃行 这边的一个牵制给力啊 这波伊斯人的一主本箱给他扭掉了 这波伊斯人一主本箱扭掉 然后这边再起盾 起完盾 再给你卡 拉扯 绕 喷没喷到 好 再卡 逃行 欧雷嘎嘎嘎嘎嘎 嘎嘎 嘎啊 哦 这波二六有一说有点猛的 这波二六是让求生者有了 甚至有了四人开门战的机会 当然还好 这边草哥的密码机被压到了 我觉得求生者这里其实可以选择求稳一点 这个野人可以压着这边不救人的 我不救这个冤丁 我就在这边玩 哎 然后外面重新起一台机子 这个时候外面一定要立马起新机子了 拉拉队员跑过来救 跑过来救嘛 感觉 万一针对刀打到 哎 我的不是 针对刀震射刀 哎呀 不是 你们跑一个赢三分啊 这波其实野人卡着外面重新起一台机子 三人开门战 有机会跑一个嘛 就跑一个没 不是 有机会保平吗 就保平 没机会跑一个也挺香的呀 这个震射直接拉崩了 外面变化起新机 这边牵起来 把人挂上 好 呃 就可以救吧 只不过那刚好被东旋抓到震射了 那怎么办呢 这这这这东旋说我刚好 我的六角星里面 就缺了一块震射的这个半图 呃 感谢虾哥过来给我一个震射 病患需要过来救一波人 野人这边教自己 拉扯 拉扯 卡班救下来 拉拉队员有二六空间吗 因为东旋这边有底牌 他可以切闪 不能再震一手吧 还行 人就下来了 拉拉队员手里面双加速 管谁 先管野人的机子 没问题 先管机子很对 病患这里 交疑形赶过来 飞轮双弹的病患 你别说这病患牵制力还蛮强的 这牵制力还蛮强的 拉拉队员的话 这里 两种选择吧 一种跟野人碰头补状态 另外一种外面再起台新机子 其实可以外面再起台机子 再起台机子呢 如果病患扛住了 拉拉队员也来抢这台 拉拉队员也来抢这台的话 那这样的话站住一个机子可以压住两个人 等到我这边技能cd好了 完成击倒 好像还是偏死抓 复生过来 野人直接秒教自己的 那边的话 拆桃片 拉拉队员过来 嗯 桃片拆掉 机子修大概能修到个七八十 大概能修到个七八十 然后这边伊斯人就到了 伊斯人到了东旋 复生病患 好像还得过去打一波这个病患吧 要不然这边复生机子 因为有飞轮嘛 他这边飞轮点一波那个桃片的复制式还是得过来 好的 可以 这边的话十八这个病患给力 哎 没办法 这这这这伊斯人的这一口一组本相没躲掉 那真是没办法 但是他这个飞轮这个其实打的挺好的了 再拉扯 再拉扯 全者这边的话已经慢慢慢慢的被东旋拉扯到极限了 这根皮筋已经绷到最紧了 离段就差那么最后一丝 哎呦 失常 复生过来找野人 这边的话一波二接 直接秒 这野人是个娇自起 这个野人是个二挂 拉拉队员把病患救下来 求生者这边的话 主要是这脚失常串完以后目的的机子修不完呢 啊 这目的的机子修不完呢 没有飞轮的病患 再来找你 好 一百点 一刀 嗯 这边野人再次被救下来 病患的话是二挂 拉拉队员这边回头再来救病患 野人这边再拆桃片再起机子嘛 哦 是野人来救 拉拉队员这边拆桃片修机子 这一波野人好像想要救人的话 我们来算一下啊 这个机子够不够 刚再算够不够 结果东旋切过来再一轮 哎呦 这我已经记不起住谁是挂飞了 病患是个挂飞 野人是个挂飞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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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抽丝剥茧的感觉 病患 这里求生者现在是打出了一波三火口在外 最后的一波牵制 野人倒地 那先把野人挂飞 啊 先把野人挂飞 剩下的两个求生者的话都有自己 哎 但这局如果我没记错 这边病患是一个挂飞 东旋这边击倒来不太好挂 那找到这边 病患先压住机子 再说 再说 慢慢看 看我卡吗 嗯 我这边也不卡 这个卡的话大家可以退出去再进一下 我这边看是一点都不卡 没钱 我都不卡 嗯 嗯 病患倒地 怎么说 虾哥还有最后一口气 再踹一脚 再踹一脚应该是坐实了 哎 东旋还去捂了个手 哎 看东旋看小镜头 东旋把手机放下了 现在拿了个那个暖手包插了一下手 啊 我站在这边 压住这里 有一种什么呢 就是 对吧 打完仗以后拿了一块毛巾插插手的感觉 嗯 打完了打完了 差不多了 已经四抓了 这把标题有了 打到一半插手去了 哎 怎么说 可惜有一点可惜的啊 这边拉拉队员在那波巨人的时候出震慑了嘛 但怎么说呢 震慑这个东西它是博弈的东西嘛 你没只是被博弈到了而已啊 非常优雅的一个插手 真的非常优雅的一个插手啊 就很淡然的啊 插个手 病患这边还有一波自己啊 看一下怎么说 这里是一四人的一组本像喷刀 两个人都不起来 或者说病患这边不准备起来 呃 想要打一个流血战术啊 因为拉拉队员待会教自己 他手里面是有双加速的想卡一个timing点 然后溜到这边病患被淘汰 流血淘汰 跳地交 是这么一个说法吧 因为机子是应该不太可能修完了啊 机子应该是不太可能修完了 有这个机会点吗 嗯 东旋可能不太会让他流血流流霉吧 可能过去先复身上 然后待会传过去 或者甚至还可以踹个一两脚啊 啊 再复身这边拉拉队员 把陶片先压好 那就是牵着这个拉拉队员去找这边的病患 那切拉拉队员感觉有点亏啊 那这病患是要流血的 这里是在一个陶片的范围之内 然后摇下来以后就有四五十点 再配合这边怎么说 一个二阶直接将你带走 那病患被迫教自己了 病患被迫教自己的话 这里病患一倒地 其实就快要被淘汰了 拉拉队员这边先准备好 哎 你别说这还真有机会啊 拉拉队员这个位置呢 东旋这里要把拉拉队员给挂了 然后最后去拦一波这个病患吧 这个拉拉队员感觉得挂了呀 要不然这拉拉队员还蛮强的 手里面有加速的 先牵再放再找 反正这边好像东旋也不想击倒了 慢慢的耗慢慢的耗 摇下来再次击倒拉拉队员 我这里就打了十几分钟了 89 病患这边修机子 病患这边修机子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打我是吧 那我就修机子 我只能修机子 这里发现病患在修机子 东旋这边的话管不了了 那这边 95拉拉队员 一刀倒地 96979899100门 有机会能点开吗 机子修完了 我的老天爷 机器每次 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机器打出这种 非常离奇的一个残局 这里点门 你得管我吧 东旋 对不对 你得抓我这个病患吧 你打我病患 我病患这边就淘汰了 淘汰了以后 拉拉队员这边就有机会跳地窖了 你打不打我吗 你不打我点门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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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病患有点无敌啊 哎呦这病患吃刀 这病患吃刀 他就淘汰了 他等于说是个倒地就被淘汰 然后拉拉队员这边叫加速啊 跳地窖 走了 哈哈哈哈 我的妈呀 又是机器呀 哈哈哈